Hello 各位好 廠商妖妖です 今天来介绍一下这个C-Lan作战 也就是大世界 那先讲一下为什么你要打这个C-Lan作战 因为C-Lan作战呢 其实它多了很多新的东西 主要来源就是精彩 精彩可以提升你这个武器到加13 那再来另外一个部分是 它可以研发新的武器 研发新武器需要这些材料呢 也都是在这个大世界里面可以挖得到 剩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黑飞龙 这个黑飞龙也算是另类的一个科研形态 所以种种原因 你必须要打大世界 如果你不care上述这些理由的话 你也可以不用打大世界 用原本加13的武器 然后一些常驻的科研船 或是一些活动船 理论上要打活动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提升的空间的话 那尽量去提升你自己的战斗力 会是比较好的 好的那我们先从基本的开始 首先呢玩家一开始会先在这个纽约港口出发 那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编队两个舰队 如果你现在看到有四个舰队 那是未来你在解这个主线到2Z之后会开放四个舰队 让你去运用 所以初期的时候你只会有两个舰队 好那这边问题来了 大家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移动这个地图 移动地图呢不是点这个左上角这一个 这个左上角的时候呢 只能让你去查询地图上面的一个物件 你并不能去移动 点回支配舰就只能直到回到自己舰队该有的海域 所以这个可能不是这么直觉 我相信未来可能会去做一个修改 那好 回来我们要怎么移动舰队 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把这个队伍移到边边 然后去点这个海域外 你会进入这个移动的模式 看到左上角没有 左上角这个移动模式 才是让你移动的一个方法 那你可以去跑到你想要的一个地图 当你移动地图的时候 会消耗你这个行动力 那行动力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港口的移动方式就是这么简单 那港口间的移动呢 是不会消耗任何的一个行动力 所以港口对港口是不会消耗行动力的 你只有港口对其他地图 会去消耗你的这个行动力 所以这一点要务必要了解 好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当如果你这个地图压制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点外围 甚至不用把船开到边边 你只要点外围就可以进入这个移动模式 好 那什么叫做海域压制 海域压制呢就是 你把这个地图 外面的海域都一样 把这个地图全清完 保物全减完 就会进入所谓的这个海域压制 到时候呢 你可以点下面这个情报 情报可以看到说旁边有个星星 这个海域已经确保 代表你已经压制完 那耳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移动 然后你可以顺便点这个情报里面 可以看到说这个海域还有多少星星 可以拿到不同的宝物 这是未然你可以再不断周回这个海域 达成这个星星的要件 可以拿到更多不同的宝物 这就是海域压制的一个由来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行动力是怎么扣的 当我们要进入新的地图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侵略等级 那我们行动力就是依照这个侵略等级去扣的 比如说下一次是侵略等级2 那我们就会扣20点的行动力 这是全星第一次开荒的时候 那我们这边会有不同的level 1到6 如果是侵略等级6的话 我们就会被扣60 那刚才也讲了 你会有海域压制的一个功劳 你达到一颗星 全海域都安全了之后呢 接下来你下次再进去的时候 你花费的行动力就会是减半 比如说我这边侵略等级是2 所以我已经安全 我在进入的时候会只剩下10 这个有什么好处 就是未来我们在周回 比如说要捡宝箱 要拿素材的时候 满足这个行动力的要求的时候 这个行动力减半对我们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再来另外一点是 这个侵略等级呢 跟我们的敌人也是有关系的 侵略等级越高的敌人会越高 也就是说侵略等级6 它来到了110级到118级 当然侵略等级1 会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等级压制 我们之前在主线的时候 就已经打过 我说外面的主线 12张13张那种主线 所以我们等级高于 对方等级 我们当然打它会越痛 不过这个大作战 还有另外一个模式 不只是靠我们等级上门压制 它这边还会有个视性的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视性 是什么意思 好 关于视性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情报里面打开看 好视性旁边这边有一堆数字 首先有攻击视性 耐久视性 还有回复视界 那这边很简单 这个就是笔大小 今天我遇到一个敌人 我的这个攻击视性 这个数值大于对方的话 我就可以压制它 那我们来用图比较好看啦 那这我们今天遇到一个一般的敌人 我今天这个攻击视性 的这个数字比它大 我就可以压它 最多可以压30 等于说对方的攻击 被压了30% 它只剩下70%的输出 那耐久也是一样 今天我的耐久视性 比对方高 我就压它的30的血量 所以它只剩下70%的血量 在这个道中 或是这个地图 关卡里面 好这边是比较简单的 那回复视性就是一样 我100%补血 那如果另外 如果遇到等级比我们高 视性比我们高的敌人 会怎么样 这张图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我们的攻击视性 其实比较接近它 这个敌人的一个视性 所以我们 它打我们是100%的输出 我们没有压制到它 那反而是在耐久部分 耐久是126比90 我们输它很多 我们被它反压制 所以它的耐久被调高了128% 原本1万的血 它被多调了128% 等于说它有12800的血量 所以血量变多了 相对也变难打 它回复干扰也是一样 它的数字比我们大 我们回复补血的时候 只能补8折的血量 所以对方的血量很高 打我们又痛 我们补的又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 这个视性的问题 等级上面 他们已经赢我们很多 128级了 剩下我们只能去利用这个视性 来对它进行一个消血 或是减少它属性的一个buff 那一般的海域啊 这些怪啊 敌人啊 其实都还有附带一些磁 像我们旁边看到的 有这个旗舰被北极炮击 100%上升啊 或是说很多有的没有的 增加防空啊 之类的 所以这些磁缀 它们本身就已经 获得一个强化 如果我们在四阴性 没办法压制它的话 我们会相当相当的难打 所以这游戏 这个大世界呢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等级一定要120 再来呢 就是堆这个视性 视性堆的越高 我们可以压制它的 就越多 所以这个地图 如果你真的打不赢敌人的话 就是去旁边 剪那些视性 剪视性 也有很多方法嘛 像地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像是这种 视性的这个mark 这些就是代表说 你进入这个海域的时候 可以减到这相关的一个 视性 耐久视性 攻击视性等等 如果你真的打不赢敌人的话 去地图上面找找看 有没有简单又好打 对这个攻击的或是防御的 这些视性可以减 这减多了之后呢 再去打一些比较难的关卡 相信会是比较轻松的 另外你可以提高你 视性的东西呢 就是一般的道具 道具呢 一般在商店买的到 或是在海域 你可以获得 那个道具呢 直接打开来 就会直接增加你这个 视性攻击物 所以你开了之后 你就直接增加 所以商店买得到 或是海域也绕得到 这东西 能尽量拿 或是尽量买 是很好的 好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基本的居宴指令 什么叫居宴指令 就是打开这个 右上角这个地方 这边有四个居宴指令 首先是舰队再编程 这就是重编你的队伍 重编这个队伍呢 你一定要进入港口 这一块地图 才可以重编 你在外面的一般地图 是没办法启动这个重编的 所以你点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重编你的这个队伍 当然编队之后呢 会消耗一定的行动力 那这个行动力 其实每一个时间 时间间隔越短 它消耗的行动力会越多 中间空窗戟很多的话 它渐渐的会减少 你这个消耗的行动力 那这边表格上面 也有显示说 我们大概消耗等多久 可以行动力降为0 所以它每一个这个功能呢 它都有一定的时间 CD时间 所以你 间隔时间越短的话 你就要消耗比较多的行动力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好 所以换队伍 换这个编制 一定要回到港口 在地图外面也是不行的 好 再来就是 舰队的整备 这个要消耗50的行动点 这个好处是补血 当你在野外 被打到很残化 要补血 是干嘛的 这个直接在外面补血就好 一般来说 你要补血 你可以回到港口里面 去做一个补血的动作 只要回到港口里面 就可以做到补血的一个机制 或者是说 你可以使用这个 道具 道具里面有很多可以回血的道具 这些道具在外面地图上面 也可以获得到 也可以买得到 就尽量先用这道具补 然后回港口补 补到真的不行的话 才用这个所谓的 军队准备 那剩下这个 侦查命令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开图的动作 今天我们到一个很大的地图的时候 都会有战争迷雾 我们要去开拓 如果你不想要那么懒的话 就开这个侦查命令 直接把地图卷开 哪里有什么东西 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好 再来就是 前腿顶支援 就是直接叫一支前腿顶出来 那一样 它会有六战的一个限制 这帮助你 在打一些王的时候 会蛮好用的 所以前腿顶支援 到后面也会开启 大概三张会开启 这个前腿顶的支援 那二张 就会开启 这个四个编队 所以前面你大概 只有两个编队 二张开启 四个编队 三张开启 前腿顶支援 好的 那我们地图全开之后呢 其实 右上角还有一个扫描的一个系统 这个扫描系统 按下去呢 我们可以扫描到 除了海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外 还有海面下 没有显示的一些道具 或是隐藏资源 或是埋伏之类的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扫描系统 去知道说 哦 有这些什么样的隐藏的材料 是有什么埋伏 所以 平常没事的话呢 可以多利用这个扫描系统 不仅可以去扫描这个海底下的埋伏啊 资源啊 或者是查看对方带什么样的词权 可以提前配好队伍去打他 所以扫描系统是非常好用的 平常没事就是多用这个东西 再来另外就是这个猫咪派遣 你看哦 海域上有这个猫掌 这猫掌就是派遣的猫咪 现在来说大概是派两只金猫 会有比较大的回报率 所以尽量去拿金猫来用 没有技能也没关系 带两只金猫可能可以带出 比较好的一个物资回来 他有可能也会在外面 偷生一些猫咪啦 所以猫咪派遣是这个大世界里面 还蛮好用的一个功能 尽量去派遣尽量去用 那你派遣猫咪之后呢 这个东西这个舰队 这个编队呢 就不能使用猫咪的任何的功能 不过你可以看到这左下角这边 你每一个行动 他都会增加这个猫咪的一个进度表 所以你行动次数多的话 猫咪就会回来了 大概六到八回吧 行动六到八回他就会回来了 所以也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你没事的话就是在地图上面 乱走乱绕 猫就会回来了 好所以你进入这大世界的时候 你该做些什么 首先你就是跟着主线走 主线是什么 主线就是这个红色惊叹号的部分 它就是主线 它会显示说现在是第几章第几节 所有的系统解放都是要看主线 像黑龙一支六打完之后呢 才会解放黑龙的系统 那二章才会解放这个编队四个 再来这个潜水艇的编队呢 就是要解到三章才会开启这个潜水艇的系统 所以不要再问说为什么我没有潜水艇 为什么我没有黑龙 因为你的主线不够 主线推完之后 什么东西都会解放了 那如果你的主线不见了 其实很大的原因不是bug 是因为你要解支线 支线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 绿色部分呢 你只要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进入所谓的这个 西点实验场 什么叫西点实验场 它就是一个解谜的关卡 你必须要把这个地图上面的谜题给破解之后呢 打完里面的小王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呢 才算是过关 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解不了谜怎么办 没关系你在原地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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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100的點數的時候 你就可以召喚黑飛龍 那自己的份一天可以召喚兩隻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在海域啊 關卡裡面打打敵人 然後撈撈的資材 當我們這個點數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召喚一個黑龍按下確定 我們就會進入所謂的這個 黑龍的關卡 然後呢 這邊有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右上角有挑戰回數 這個地方是我們去挑戰別人的飛龍 不是自己的 自己就是兩次 召喚兩次 然後挑戰別人三次 所以總共有一天用五次 當然這邊有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找出黑飛龍之後呢 你要24小時之內把它打掉 不然的話它就會消失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右援妖警 我們可以找艦隊或是朋友 或是全伺服器的人幫你打 這個好處呢 你就算今天是零傷害 別人幫你打掉 你也可以拿到完整的分數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你自己打不贏 你只要發現 交給其他人打 就可以把所有的分數都拿回來 那挑戰的部分呢 一樣 我會建議你去一般的頻道裡面 去搜尋 那邊會是比較即時的 你可以打到 那打完之後的分數呢 是原本這個發現人的大概四分之一 假設今天打了200點 那你去幫別人打大概就是哪個四五十點左右 其實還蠻少 不過不如小普拉 一天打三場 那自己就是有兩場 確定有200點以上入手 那我們得到分數之後呢 我們可以進入這個情報解析去按這個同步 就會把這個分數給同步化 那我們要怎麼確認說分數到底進度如何 可以看這邊報酬確認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說我們多少分會解鎖什麼樣的一個項目 所以第一隻解鎖的這個項目就是 黑龍要在5000點可以解鎖第一隻黑龍 那後面還有很多的素材 它的強化素材 還有突破素材 都要繼續打下去解下去 原本讓自己一天兩次加上打別人的 累積下來如果一直每天都有重複打 打好打滿的話 那兩個月內基本上應該是都可以拿好拿滿 全部塗好塗滿 所以不用擔心說時間不夠 重點是你要提早能夠開啟黑飛龍的條件 好啦以上是有關於這個 這連作戰這個大世界的一個基本介紹 真的只是一個基本介紹 教你怎麼玩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的一個玩法 還有很多很多的系統 等到後面你組件打完之後 才有可能開啟任何更多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這邊前面介紹的僅僅只是基礎中的基礎而已 那打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你就是要有一定的實力 一百級 這艦隊至少要六隻一百級以上的兩隊 你才有機會去打 所以萌心基本上你不要去嚮往說 可以馬上打大四箭 萌心你基本上還是先去把主線推完 等級練高都一百級以上兩隊 所以總共就是六百加六百兩隻 不要說我前面馬上就要打大四箭 好 那更多的這個系統的介紹呢 後面等我打到後面之後呢 我會再一一的介紹 所以前面這些基本的基礎 大家會遇到的問題 我大概統整出來這樣 好啦 那感謝你收看 有問題的話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小朋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